今天我們要獨家線上連線的是 我們陳大是傾聽南城的總召 邱同學 邱同學你好 嗨 是有聽到我聲音嗎 有有有有非常清楚 邱同學想跟你請教一下 這個趙少康呢 他之前曾經有跟你們接洽 準備要去陳大來進行演講 那最後呢 他是以說不能直播這個理由 他就說很可惜 所以他不去了 但是我看到你們都有準備相關的 像是像這樣的海報啊 你們是不是準備很久了 最後他突然不去 為什麼讓你們突然氣的 把整個時間線通通都還原呢 因為其實說實在話 這個活動輕輕難成 是一個很大的系列活動 我們其實從暑假後面 然後9月初我們就開始在籌備 然後我們一開始希望 就是找說各個陣營的候選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敲了 賴科 然後侯郭四位候選人都敲了 然後那個時候一直想敲 侯友宜市長來 侯友宜市長一直因故拒絕 婉拒了多次 然後後面就是等到12月初 那個時候藍白河破局 那趙少康先生確定要當附中的候選人的時候 他才就是透過國民黨青年團等等的管道來跟我們接洽 看有沒有機會來到成大辦一場演講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希望能夠用 輕輕難成這一個系列活動同樣的規格去展開一場 屬於趙少康先生的這個演講 所以我們就是請我們的設計團隊 然後動員我們的 不管是場務 或者是說我們公關人員這樣子 去把相關的事情 就是做到跟前面幾位總統候選人一樣 規格的方式去辦這個演講 好那另外想跟你請教的是 趙少康最後是以說不能直播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決定不去了 可是在這之前 你應該就有跟他提過這件事啦 最後就用這個理由突然不去了 你們同學 你們團隊是什麼樣的氣氛 會覺得不太能接受嗎 這當然我們很不能接受這種說法 因為其實真的有心交流的話 我們根本不用在意有沒有直播這件事情 而且其實說實在話 我們當初不希望有媒體或者直播 其實就是希望讓現場的氣氛能夠輕鬆 讓大家能夠有更深入交流的機會 那因為這個活動說實在話 在跟他們接洽的過程中 其實是非常長處 大概12月初就開始接洽 那原本接洽的時間是說 25號看有沒有機會來 但他們一直希望我們能夠提前到19號這樣 那我們還是在13號的時候 就臨時的改到19號去 那我們就是中間是像有些過程 其實沒有那麼的直接 或者是說那麼的完整 但就是我們也是有一直提到說 我們是以同樣規格去舉行 所以前面幾場沒有媒體沒有直播 那我們後面希望不要有 而且這個趙少康他後來也有回應 他說之前那兩場都是總統候選人 他是副總統候選人 應該有不同的這個規格可以對待吧 你們看到會有點傻眼這種說法 我們其實蠻傻眼的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 就是親近南城這個品牌 或是說這個系列活動 是以一樣的規格去展開 這樣比較不會有任何一個偏袒 陣營的說法這樣子 那當時你們是有寫一封信 說製趙少康嗎 你們希望說不要混淆視聽 把事情大家講清楚 你們發了這封信之後 趙少康的團隊有給你們一些 比較善意的回應嗎 或是有跟你們致歉嗎 其實那個信 其實算是我們團隊的同仁 自己的個人意見闡述 比較不像是我們團隊的正式生命 但就是說在這個 DECARS的公開信出去之後 其實到現在我們跟趙辦的聯絡群組 還是非常冷清 就是沒有任何的訊息來往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就當作沒有發生過了 未來也不會再邀請他了 你覺得趙少康這件事就結束了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的立場 就是希望各個不同立場候選人 都可以來成大 來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但就是因為現在其實時間接近期末 然後我們其實在年末經費 也蠻結局的 所以如果接下來要再進來的話 我覺得難度會相當大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跳脫以成大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趙少康因為沒有辦法直播就不去 你覺得在年輕人來說 對他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印象呢 我覺得以我個人立場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是 他可能會比較希望能夠有相關的周邊效益 才會出席這樣子 因為其實說實在話 我們前面兩場都是能夠有500多個人的參與 那他可能也是因為時間比較倉促 人數沒有那麼多 他希望能夠更多的周邊效益 他會想要再來 那他今天到成大沒有辦法用 透過媒體或直播方式 帶起周邊效益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有些取捨這樣子 所以這個方面確實是比較可惜 那也謝謝你 也預祝你們接下來的場次 都可以非常順利 謝謝聰同學